人气话别来关心 为了鼓励民众外出消费 日前各部会抢商机加码推出了专属振兴券 包括农委会的农油券 体育署动资券 客委会客装券 还有文化部的易放券 如果民众全部都凑齐 可以现赚2150元 以最长半年的使用期限来看 平均民众每个月可以拿到358元的小红包 不过这些振兴券上路之后呢 有很多的民众还没有使用 也要提醒民众留意使用期限 今天上午易放券则是再开放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65岁以上或18岁以下的民众 可以到超商登记 可以获得抽签机会 不过现场还是有长辈 不太会操作机台抱怨连连 易放券开放第二阶段登记 这次是给65岁以上长者 和18岁以下小孩到超商登记 就可以获得抽签机会 但对于登记步骤 现场有长辈跨楼谋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民众 得靠超商人员在旁提点 不过一不小心 输入错误就得重来 不懂页面操作的阿伯很伤脑筋 直言想登记易放券也不容易 为了振兴受到疫情影响的景气 鼓励民众外出消费 布置文化部推易放券 首播发行超过210万份 但还有不少领取的民众没使用 统计有7.9亿元的金额 另外体育署的动资券目前也只抵用了1.4亿元 农委会的农油券使用期限直到9月17号 还有220万张多达5.5亿元还没使用 至于客装券则已经合销5330万元 抽到董资券 有我有在使用 已经用掉了 浪费 应该政府要把它再延展一段时间 鼓励大家用完 如果幸运民众四种券都抽期 就能现赚2150元 不过还是得留意每种振兴券的 使用规范和期限 才不会因为错过使用时机而扼腕 记者纵不倒